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也是桂花飘香的时节,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一款简单美味的桂花蜜酱,准备一些新鲜的桂花,空气中弥漫着桂花香甜气息,在这个宜人的时节里,一束束金黄的桂花悄然绽放,为我们带来了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,下面将带领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一款美味的桂花蜜酱, 需要准备一些新鲜的桂花,最好是清晨露水未干时采摘,这样的桂花香气最为浓郁,挑选时要仔细,确保每朵花都干净无杂质,这样才能保证制成的桂花蜜酱,口感纯正,香气扑鼻,采摘回来的桂花,用细筛过滤掉杂质,将洗净的桂花放在通风处自然晾干,接下来,准备消毒好的容器,放入晾干后的桂花, 一层桂花,一层白糖,当然也可以放入蜂蜜,让白糖完全覆盖住桂花,最后加入几滴新鲜柠檬汁,不仅可以提味,还能起到防腐的作用,当糖浆溶解开始变稠时,就说明桂花蜜酱做好了, 一瓶自制的桂花蜜酱,就完成了,可以用来泡茶,作为甜品调料,给生活增添一份甜蜜,桂花蜜酱, 以其独特的富裕芳香,与细腻甘甜的口感,成为秋季餐桌上,的点睛之笔,每一口都是,大自然的恩赐,感谢观看。